基隆中原基于在民国97年 被文件会评选为重要民俗 也是台湾第一次 也是唯一被登陆的无形文化资产 在各信市中卿会的努力下 将这有历史意义与教育价值的文化资产传承 以这指定证书硬体纪念碑为象征意义 在民国98年的8月31日 颁布了文化出场主定证书 001号 那么共我们一般市民 以及国外的国内的 我们的贵宾来参观的时候 了解到基隆中原基的 这个重要民俗特殊意义 若晨典礼上贵宾云集 各信市中卿会齐聚 见证着历史性的一刻 我看到我们基隆市 在我们主党官邻委会的主任委员 我们陈茂基的一个用心 然后文化集的一个协助来能够做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全国第一张的一个机讞碑 我想这是基隆人的荣耀 让我们所有基隆的子民了解我们基隆市各中卿会以及祖谱团对整个基隆市在整个演变成长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这个祖谱团得到文化指定证书是全国的第一桩 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的一个纪念仪式典礼感到非常的开心 明年轮值主谱的林姓宗亲会准备好了 一切计划按部就班 明年甲午年轮到林姓宗亲会来主办我们基隆的中元祭 我们也希望一切能圆满顺利 文化资产指定证书硬体纪念碑有着历史性的意义 象征民族融合团结合作的精神 更向前迈一大步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